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金融市场实务 各位同学 以及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你再次收看我们金融市场实务课程的播出 今天已经来到我们第九讲次 共同基金 也是我们这个整个讲座的一半的一个课程 第九讲次 一样有我 明胡 还有郑老师 一起来跟同学做探讨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田宇老师 这一章节的话 最主要要跟各位探讨有关于共同基金 这个是可能跟各位同学比较息息相关的一个章节 好的 记得第一次买基金 大概在民国八年代初起 转眼间这个我们台湾这种投资基金的一个风气跟热潮 已经成为一个几乎是有在从事这个投资 这个社会大众不可或缺的一项 这个共同基金这样的一个金融商品 那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 老师想借用一个共同基金 他的广告词来作为一个开始 这个广告词是这样讲的 是一个基金公司 他的一个广告词 他是说这个钱都是少离家境 位高权重责任心 然后你可以打球打到脚抽筋 然后怎样子呢 你这个睡觉可以睡到自然醒 那这是告诉我们什么 因为在这个忙碌的时代 投资这样知识跟专业 是需要很多的一个知识的累积 那一般的社会大众 由于这个资讯的一个弱获 还有这个专业的不足 所以我们必须交给一个经理人 来帮我们操作这些资金 然后获得好的一个利润 那我们今天共同基金这个实务 这个讲座内容当中 安排几个课程内容 跟同学一起来探讨 首先我们针对共同基金的一个意义 以特性来做说明 另外就是共同基金的主要种类 那我们这个种类部分 有两大种类是比较 我们在市场上能够耳熟能详 就是开放型跟这个封闭型 这一部分待会会请郑老师 跟同学做详细的说明 另外我们还针对了 我们这个共同基金 它一个交易实务 以其我们这个在这个投资共同基金 你所必须承担的费用 以税货的部分 跟同学来做实务上的说明 好的 那首先我们针对合会共同基金 它的一个意义 来跟同学做解释说明 共同基金 就是Mutual Fund 它是在证件投资 这个信托制度下 那由专业的证件投资信托公司 以发行受益凭证的方式 然后向社会大众来募集资金 然后将这些资金 然后交给金融机构保管 并委任专业的基金经理人 进行应用投资 当投资产生利益的时候 投资人可以依据 其所占的投资的比例 也就是股份 持份这部分 分享基金的一个收益 而证件投资信托公司 或是这个基金公司的 这一部分 他们可以赚取这个基金的一个 管理的一个费用 这是共同基金的一个意义 那从这个意义当中 我们了解到这个共同基金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交给专业经理人 我们把我们的资金 交给专业经理人 那最上这些资金 又一个shut out 一个隔绝的作用 我们资金不是由基金经理来保管 而是由这个所谓的 这个金融机构来保管的 那我们在针对我们所持有的 这个股份这个持份来分享 有产生利益的时候 来分享这个利益 当然有损失的时候 你也必须照你的这个持份 来负担这个损失 那我想它很重要的特色是 专业的一个投资 那我们在我们台股 上市的这个上市柜的股票 有一千多只股票 那一般的社会投资大众 是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一一的研究 那所以我们是不是交给这个专业的经理人 应用这个共同这个基金的一个制度 让我们的投资更加顺遂 就是我们这个投资共同基金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跟它一个特色 就是交给专业的一个机构 来从事这样的投资 好的 那首先我们的另外就是要针对 我们主要对这个投资这个共同基金 它的一个主要的种类 来跟同学做一个说明 它分类的标准 首先是一种是发行后交易的方式 这有开放型跟封闭型 那另外根据这个投资的标的 分为股票型 债件型 货币型 还有组合型跟衍生性 金融商品基金 另外根据它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区域 分为全球型的 还有区域型的 以及单一市场型的 那另外针对投资的一个目标 分为积极成长型的基金 还有成长型的基金 收益型的基金 以及平衡型的一个基金 另外根据投资的一个趋势 分为能源矿产农粮型的一个基金 还有避险基金 以及保本型的一个基金 那以上的一个分类的标准 待会我们还会一一个跟同学做说明 那在这边老师想借由一个小小的故事 来说明这个专业投资经理人 他的一个角色扮演的一个重要性 以及你对一个理财观念的一个 小小的老师个人的一个看法 这个是这句话是由那个孔子的一个CFO 就是他的财务长子贡他所讲的 他在讲这句话是 那这句话的意思 我们就要探讨这个专业经理人 因为孔子在两三千年他讲学的时候 他是有一定的规模 一定要有一个人替他安排 哪时候去讲学 哪时候筹取这个费用 你这些他那个交通费也好 那讲学的他所得到这个利润也好 那这个他的地址当中 就是这个子贡 他对财务特别的这个专场跟擅长 那所以说当然子贡这个专业这个经理人 孔子这个专业经理人 他也有对财务非常一个深透一个了解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们人生当中去追求这个户贵 必须要很积极 虽然直编之事 替人家牵着马 或是说非常基础的一个工作 你都必须要去从事 那等你有低桶金之后 那你再用这个低桶金 再去创造更多的财户 那他勉励我们每一个人 追求户贵的过程当中要扎实 要从这个基础开始慢慢做起 另外有时候 这个投资的这个世界 不如你所意料的 这个千变万化 那这时候 如果户贵 如果不可求的时候 那我们就不如重取守号 那我想最后这句话 可以印证到我们这个 共同基金这一部分 那这句话怎么说呢 因为户贵不可求 因为你没有专业的知识 你可能求不到 那可是 如果我们用比较消极的方法 我们是不是会交给这个专业的经理人 去为我们这个投资 那这样子的话 这些虽然不能称上大户大贵 那些小利的话 我们是可求的 况且那个21世纪 是一个非常专业 强调专业的一个世纪 那我们投资理财的部分 也是非常的注重专业经理人的管理 好的 那我们稍作休息 待会再请教郑老师 有关这个共同基金的一个分类 那我们首先来跟各位介绍 有关于开放型基金跟 轰币型基金有哪些不一样 那我们首先我们来了解到 各位如果说去买 开放型基金或轰币型基金的话 应该你要持有所谓的受益凭证 也就是表彰你的潜力的一个证实 那首先我们用六个项目来说明 开放型基金跟轰币型基金的 之间的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有关于受益凭证的 发行数量 那有关于开放型基金的话 它是随投资人申购后 实惠基金的数量变动 所以它是变动的 那轰币型基金的话 发行后基金的数量 即固定不变 这个是第一项目 那第二个项目的话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就是基金价格的决定方式 那有关于开放型基金的话 它是依净资产价值 也就是我们实称的净值 那有关于轰币型基金 它的买卖是在集中市场 所以它是依集中市场的净价买卖 来决定它的价格 那第三项的一个比较 基金的买卖方式 开放型基金 投资人可以随时向基金公司 申购后实回 那对于轰币型基金 它以股票的交易是类似 所以必须在集中市场 做一个买卖 那第四项有关于 费用这方面 那有关于开放型基金 它的申购手续会A 在0.5%到3%之间 赎回时令收管理会 以及保管会A1% 但对于轰币型基金 它的费用 它买入或是卖出时 金息户1.4.5%的一个手续会 卖出的时候 必须交所谓的证交税 千分之一 那第五项的话 有关于基金 适合保留A当现金 那由于开放型基金 投资人购买以实回非常频繁 因此基金必须保留 一部分比例资产 以现金的方式持有 最主要目的 在应付投资人的 可能实回的需求 但是对于轰币型基金 来讲的话 由于轰币型基金 它不用面对投资人的 一个实回的压力 因此叫不用保留现金 所以它比较有弹性 那第六个 有关于投资收益的话 开放型基金的话 投资不会受到限制 不利于基金经理人的 一个操作 那对轰币型基金的话 基金的规模已经固定了 所以基金经理人 可以充分的利用资金 我们就用以上六项来说明 开放型基金 与轰币型基金之间的差异性 好的 那谢谢郑老师详细的说明 不过郑老师 我一个小小的纳闷 在我一二十年前 投资这个共同基金的时候 碰到很多的这种 在我们这个集中市场 有大概二三十档 这个封闭型的基金 那不过前几天打开报纸一看 奇怪 这些封闭型基金好像剩下一两档 这个原因出在哪边 好像这整个一个投资的环境 是不是有改变了 我们的封闭型基金已经降低 到一个几乎快没有的程度 那都是以开放型基金为主 这个原因出在哪边 这最主要原因就是会产生所谓的代理的问题 什么代理的问题呢 我举个例子 如果说大华投信 他持有A开放型基金 以及B方便型基金 那如果说A开放型基金 他不信他去持有的股票里面 有所谓的地雷股或地雷债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这些投资A开放型基金的投资者 他就会去赎毁 那会造成说这家A投资A基金的话 他的压力非常的重 他就有可能把这些地雷股或地雷债 卖给B方便型的基金 那这些方便型基金的投资者 他要卖出只能在我们的集中市场 做一个买卖 因此就会损害到这些 买方便型基金的投资人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称为代理的问题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才会产生我们的 封闭型基金投资者 A来A没有兴趣 好的 那所以说一般我们现在 社会投资大众所投资的一个 这个移发型后的方式 还是以这个开放型的为主 那接下来是不是 针对我们这个分类的标准 针对你这个投资的一个target 这个标的 一个分类跟同学 也做详细的说明 好 那有关于投资的 它的一个目标 来我们跟各位说明 那第一个我们有股票型的基金 那顾名思义 共同基金 募集的这笔资金 它最主要的投资的标的 当然就是股票 那如果说你是在追踪大盘的 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称为指示型基金 如果你买的股票 要是上贵的一个股票 我们都会称为叫做电头基金 如果你买的是高科技类股的 我们称为高科技基金 就是有关于股票型基金 那另一种我们称为债件型基金 那债件型基金的话 最主要买的标的物 当然就是有关于 像我们公司债 公债金融债件 或是可转换公司债为主 那第三种我们称为 所谓的货币市场基金 那货币市场基金的话 当然它投资的标的物 就是我们货币市场 里面的信用工具 当然它的期间非常短 都是在一年以内的 包括核转量定义存单 银行成对汇票 或是商业本票等等这些 那如果当股票市场 或是在公司在在线市场 不景气的时候 那很多资金 就会跑到货币市场 这种市场的买这些基金 所以我们又称为 它是一个停泊基金 那第四种 我们跟各位介绍的 就是有关于组合型基金 那什么叫组合型基金呢 它又称为基金中的基金 也就是说 我募集的这一笔资金的话 最主要买的标的物是 目前已在市场上 拥有的一种基金 那这些被买的基金 我们称为紫基金 那为什么会有组合型的基金呢 它可以分散单一经理人的一个风险 也就是说你如果买一档基金的话 这档基金只有一个经理人 在做一个操作 那基金经理人如果操作错误的话 损失就会比较大 那如果你买了好几档 不同基金经理人 所操作的这些基金的话 那你就可以分散这样的一个 单一基金经理人的一个风险 那第五种跟各位介绍的 就有关于衍生性金融商品基金 那当然他投资的就是衍生性金融商品 包括旗后 像选择田或利利交换 或是认购前证 认售前证等等 那这些基金包括 旗后基金 选择田基金 认购前证基金等等 这个是有关于他的分类 好 谢谢郑老师的一个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想针对一个分类 就是依你投资的一个区域 来做一个分类 第一个 我们这个分类的一个区域来分 分为第一种是全球型的一个基金 那这个顾名思义 我们全球型的一个基金 他就是包含整个一个全球 包括这个新兴国家也好 包括这个成熟的欧美日 这些国家的一个金融市场的 一些投资标的也好 这都是属于全球型的基金 另外第二种是属于区域型的一个基金 那我们人类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 那整个一个我们资本主义的发达 这个整个全世界的全球经济 有一组非常受到瞩目的族群 就是新兴国家的这一些国家的经济 发展非常的一个快速 跟成长力道相当大 那比如说有这个金钻四国 BRIX这些国家 这个区域的部分的一个 投资标的的一个部分 那这一部分属在这个区域型的一个部分 那第三种当然是属于 单一市场型的一个基金 这个我们有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来 两大这个非常大的国家 印度跟中国 这些单一型这些基金的一个成立跟发行 都受到这个市场上很多投资者的一个青睐 那这个这三种是依照我们这个以上三种是依照我们投资的区域来区别的 那接下来我想针对我们这个投资的一个这个目标 因为有些投资人比较喜欢这种高风险高报酬的 那有些人只要说有一个稳定跟固定的收益就好 那这样的一个区分方法就是根据我们这个投资的目标来区分 那这一部分我们请教一下郑老师 那这个地方我们提出四个类型来跟各位说明 第一种类型是积极成长型基金 那积极成长型基金的话 他最主要是要投资那些爆发性的能够成长的 也就是他要追求的一个高资本利得的 那些小型中小企业为主 那包括新兴市场的中小企业 或是我们以往台湾刚开始有高科技的时候 那也是一个比较有爆发性的 或是说未来的新兴产类 像利能产类等等 这些叫做积极型成长的一个基金 那第二种的话就是成长型的基金 那成长型的基金最主要投资的标的物 就是那些有成长 而且他公司会比较大的规模的 这些稳定成长的一些公司 这个是第二种 第三种我们跟各位介绍 就是有关于收益型的基金 那收益型的基金的话 就是说这些公司的成长性 已经到达一个程度了 但是他每年配股配息非常的稳定 这样的一个股票也好 或是说特别股或是债券等等 这个固定收益为主 第四种我们跟各位说明 就是平衡型基金 那平衡型基金最主要注重的 它有两种 一个是资本利的 另一种就是利息收入 也就是固定收益 那因为平衡基金的话 它最主要的组合 也是有股票跟债券 那从股票里面可以 扣得资本利的 从债券的话可以扣得 所谓的利息收入 也就是固定收益 那我们说明到这个地方 我们休息片刻之后 再由徐老师继续跟各位 讲解有关于 共同基金的一个种类 好的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想针对这个投资的一个趋势 来做这个共同基金的一个分类 那这个分类最主要有三种 就是第一个 我们这个能源的一个矿产 农粮型的一个基金 还有第二种避险基金 第三种保本型的一个基金 那以上三种是 我们常在这个报章杂志 看到一些比较热门 这些共同基金的一些 标的物的这些投资 那首先我们针对这个 能源矿产 农阳型的基金来做说明 那同学都知道 我们人类自从进入21世纪之后 由于这个地球的软化的严重性 还有加上这些新兴国家这个高度的这个制造 跟这个欧美国家高度的这个消费 这些种种的一些地球这个气候的问题 都造成我们这个农粮的缺乏 矿产资源的缺乏 那这些能源矿产农粮型的基金 是目前这个我们这个投资共同基金 相当热门的一个标的 那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如果投资这个房金的话 这个标的物 我们从这个以下这个图 你可以看出来 我们这个投资房金 在十年前 就是我们进入这个 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 大概每盎司 在两百块三百块 那边徘徊 可是经过大概不到十年的时间 这个已经涨到了 每盎司一千三百多块 那这个投资报酬率 是百分之五百左右的一个投资报酬率 所以说有一些这些投资人 对这些矿产的一些基金 投资是相当有兴趣的 那不过在这边 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目前我们国内的投资 这个所谓这个矿产 这个能源基金 这类型的基金 目前我们国内基金 是没有以这个标的物来投资的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投资 这些国内的共同基金的部分 他没有针对说你这个基金 他投资的标的物 他是去买这个所谓的这个矿产 这个金银铜铁 或是说去买这个小麦 玉米这些农产品 为一个投资的标的 那我们在境外基金的部分 是有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标的物 那不过这些投资的标的物 我们也不是直接来投资 这个所谓的这些 这些直接的这些商品 而是透过 比如说某家这个外国的公司 他是根据这个矿产 他是属于类型的这个矿产公司 或是这个水资眼的公司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 这些境外基金 这些公司去投资 这些有生产这些相关农粮 这个气候的部分 这些绿能这些部分的资眼的公司 那是一种间接式的一个投资 另外我们想针对第二种避险基金 那因为这个资金的一个全球化 我们金融的全球化 早在这个我们这个一九九七年的亚洲金融洪泡 我们就受到一个所谓的量子基金 所谓这个这个索罗斯的一个量子基金的一个 各国东亚各国受到这个量子基金的供举 这个因为这个量子基金本身是属于 这个所谓的避险基金 因为避险基金跟一般的共同基金 最主要的差别是在于说 我们一般的共同基金 这些基金经理人 他们在操作这些投资的标的的时候 他们只能做多而不能做空 但是相对的这些量子基金 这些避险基金 他是做多也可以 做空也可以 那这样子的话 他是具有弹性的 那通常来讲这些避险基金 一听到这些避险基金 一般的我们这些行政的一个主管机构 负责这个金融支系的这些 像中央议员这一类的官员 听到这个避险基金都要害怕三分的 因为他就是在攻击这个我们这个攻击也好 这个所谓的做多做空也好 他们都有办法在这个金融市场产生很大的力量 那紧接着一个在我们这个2008年发生金融海啸的时候 有一个就是保本型的基金 也相当的这个一种趋势型的一个基金 那就这一部分我们想请教一下郑老师 何谓保本型的基金 郑老师 好的 那有关于保本型基金 跟我们所谓的一般型基金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我们来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一般我们所谓的一般共同基金最大的差异 就是说基金对投资人承诺基金到期时 在最差的情况下能可以领回原先所投资本金的全部 或是一部分比例 这种基金通常设有一定的到期期间 就是有关于保本型基金 跟一般所谓的共同基金的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跟各位说明两个名词 第一个叫做保本利 什么保本利呢 也就是说各位在投资这一档基金的时候 那到期的时候 你可以拿回的这些金额 除以你当时原始投资的金额的一个比例 我们叫做保本利 假如说各位在投资的时候是一百块 到期的时候 他最少给你是一个八十块 那你的保本利就是百分之八十 这是保本利 第二个要跟各位说明到参与率 那保本型基金的话 他有一个特色 他就是说你投资的金额 他有一部分去买类似领期债件 到期的时候 这个领期债件的话 他可能是会保本九十块 或保本一百块 但是剩余的 没有去投资这个领期债件的 这些钱的话 他就是去买所谓的高风险的 这些延伸性金融商品 如果说你的参与率是百分之五十 那你去投资这个高风险的 延伸性金融商品的话 他后利是百分之四十 那你就把百分之五十 乘以百分之四十 那你的后利就可以收到 百分之二十的收益率 这个叫做参与率 那保本型基金的话 不见得一定会保本 因为如果你的保本型基金 所买的这些债件的花型公司 他如果倒闭的时候 那就不保本 所以各位同学一定要注意 好的 那谢谢郑老师的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想针对 共同基金的实物的部分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我们就这个申购的方式 support你是一个 一般的社会投资大众 你要买这个共同基金 一般的申购方式有三种 包括单笔的投资 还有定期定额投资 以及定期不定额的投资 那至于这个单笔的投资 就是我们一次买足 那也就是一种 整储整户的一个观念 那定期定额投资 是一个零存整户的一个观念 它是一个分散风险 分散期间 那这样你做一个投资 会比较将这个价格 用一种风险 一个分担的方式 那定期不定额投资 就是说你在这个时间是固定 在某一个时间要去买 就去买 那但是它是不定额的 也就是说通常我们在低点的时候 多买一点 那高点的时候少买一点 那就是定期不定额的一个投资的 一个生购的一个方式 那接下来我们想针对 这个投资共同基金的一些 费用跟税务的问题 跟同学 请郑老师来跟同学做说明 好的 那有关于你投资共同基金 到底要付哪些手续费 或是哪些的税费呢 那第一个我们必须要付的就是 你存购或实回的手续费 那我们目前手续费 付款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说你在购买的时候 你付手续费 另一种是实回的时候付手续费 那还有第二个就是有关于 我们的管理费用 那管理费用最主要是付给基金公司 它是从净子里面扣持 第三个保管费用 那我们基金 共同基金 它的保管以及管理是分开的 所以你必须再付一笔 所谓的管理费用给 保管基金的金融机构 接下来第四种就是有关于 转换手续费 什么转换手续费呢 如果说有一家投信的话 它发行了几档基金 那如果说你本来是买A基金 那你要把它转换为B基金 那在这个转换当中 你后期要付一笔 所谓的转换手续费 那第五点的话 跟各位说明到 有关于税户的问题 以目前来讲的话 你的境外所得超过一百万 重合所得超过六百万的话 你就要考虑到最低税户的一个问题 那你就要由最低税户来计算 你必须缴纳的税 以及你重合所得税算出来的税 起较高的来缴纳 好的 那我们谢谢郑老师的说明 那今天提供给各位同学的 金融市场格言 是一九八一年诺贝尔这个经济学 得奖的一个学者 James Tombin 他说的这个千古的一个投资理财的名言 Don't put your eggs in one basket 不要将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那这样的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一个共同基金的一个观念 我们不用投资单一的股票 那把这个鸡蛋完全放在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分散风险 藉由投资共同基金来达到我们追求利润的一个目的 今天谢谢各位同学跟观众的收看 那我们期待下次的学习跟成长 谢谢各位同学